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回来玩英文的时间 特首选举是陈埃乐定 陈埃乐定 英文和中文一样 The dust has settled 很出奇的 陈你以为很多 怎样说一粒 是统称 The dust has settled 那些陈已经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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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了 是统称枼 落定了 之所谓陈埃乐定 The dust has settled 我们看过很多的特首辩论论坛 有节目很热的 我主场 这是什么 现在是我的时间 我的范围 我的领域 米买黎是我做主场的 英文就是 This is my home ground 这个字 home 家庭 ground 地下是我的 Home ground 中间你加不加 hyphen 都无所谓的 美国人很厉害 hyphen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英国人很多时候都仍然会先加 有人问我主场 This is my home ground 有没有其他的说法的呢 有一个选择说可不可以说terf terf 都一样 terf 如果再直接一点 解得尽一点 中文叫地盘 不单只是主场 而是地盘 This is my turf terf 这个字是有ownership 是有种属于的关系 但是如果你用terf 来说 我的主场就变成 This is my home turf 你就很累積了 因为terf 已经是你的地盘 还用什么home 都说是你的地盘 你是我家的 或者是我负责的地盘 再加上卖就很累積了 不相同的 记住这个字terf中文最传臣 均等的意思就是地盘 很多时候说黑社会撕杀 那些帮派仇杀 那些就叫做terf wars 争地盘 terf w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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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 最后这个字大家都知道了 英文我们讲新界 New territories the new territories 就是中数 这个就是这么单数 territory 是我的领域 是我的界别 这里是我的范围 这几个字 The dust has settled 尘埃落定 我主场 My home ground My turf 都得我的地盘 然后This is my territory 你不要走过来 territory就是比其他两个字 home ground和turf 都感觉轻巧很多 譬如在公司里面 专门计数是我的范围 你就不要走过来 This is my territory OK 到这里 拜拜